新北市议会副议长陈宏源 搭配永和更新医院建院30周年庆 举办免费健康检查活动 一早就有不少民众到医院的外头来做检查 而除了基本检查之外 还有许多癌症筛检的项目 透过活动来帮民众雇健康 配合永和更新医院建院30周年 新北市议会副议长陈宏源 特地结合院方资源 举办免费健康活动 一早就在更新医院门口摆起健康摊位 而不少民众也利用到市场买菜的时间 顺便绕过来检查 而这次还有配合国建局针对特地年龄 进行多项的癌症筛检 有很多疾病其实还没有很严重的时候 你发生的话就可以完全把它扑杀掉 那这样子就可以救援一个家庭 让一个家庭非常和乐 我希望不只是在办理这个活动的时候 大家来检查身体 有空的时候大家就要踊跃的来这边 勇于来爱护自己的身体 也爱护你的家人 虽然近年来民众对于健康观念的建立 日渐成熟 但还是有部分的民众对于到院检查存有恐惧 陈副议长也希望为了将持续举办健检活动 除了呼吁找发现找治疗的观念 也期许永和居民都能健康平安又快乐 中家新北新闻永和参访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